因为我们不可以很大群人的一起去牧养 或者是有聚会 但是我们会鼓励门徒他们自己 两个到三个去约附近的人 同主的人 两三个成为伙伴 在群体里面 或者是在他们的群组里面 去每天有一些消息 为对方祷告 鼓励他们继续跟随耶稣 在香港的情况 有些社区 好像我的社区很多的长者 很多有需要的人 我们会有系统的更进 而且去关心他们做一些送暖的行动 在献经献导献人 和分享福音 所以我们会动员门徒 一起做这些的服事见证的行动 我们觉得让我们的培训 我们的小组门训 也变成线上是很重要 让我们的年轻人继续的可以学习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要培训他们有一个新皮带的心 新皮带的心就是让他们脱离已有的习惯模式 是去怎么成为门徒 是怎么去亲近我们上帝 但是现在他们有一个创意的 因为新皮带就是有一个创意的理念 那让他们即使我们在疫情底下 还是往后还有其他的什么环境 他们人员的可以即使的用他们的方法 用他们的创意去成为我们上帝的门徒 我们教会有许多医护人员 我们做了两件事 第一是我们制作了一些YouTube 是我们的会友每个人说几句话 去追求我们的医护人员 叫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加油 我想这是我们对他们的爱 第二我们也亲手写了一个卡片 寄到每一个医护人员他们的家 让他们知道这段时间 教会不只是要他们聚会 可是我们在为他们迫切地祷告 弟兄姐妹们 这段疫情当中 求主帮助我们可以 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不要停止聚会 可是我们也不要停止彼此相爱 疫情对当代教会的翻转和冲击 特别是在门徒培育 教会的信徒不得部分散回到自己的家中 但是教会本身就是一群为了分散 而聚集的信徒所组成的 所以我们几乎是一夕之间打回原形 回到初代教会的模式 虽然不在教会里聚会 貌似是空的 但是教会其实是所有的弟兄姊妹 都领受了神的征招 回到家中 回到我们所住的灵社 社区来为主做见证 The church is not empty The church has been deployed The church has been born 它们的灵社 到外面 得到